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抓住就要将其蛇皮剥下 在好生保存最为要紧 少侠请看 这银鱼蛇果真神奇啊 是吧 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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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说小孩的师父啊 你 你脑子被打坏了吗 我才没坏 一个这么漂亮的美人 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我没动心才有病吧 都说进水楼胎先得月 肥水不留外人田 徒弟怎么就不能和师父在一起了 你这小子胆子挺大 仙子年轻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这样跟他说话 都被他打饱了 不过你说得对 徒弟怎么就不能和师父在一起了呢 你 你跟着起什么祸啊 你来干嘛 我来 见你 见到了 走吧 仙子 之前的事情我很遗憾 我想对你说一句抱歉 希望 抱歉我收下了 但遗憾就算 反正世上那么多事 总会有遗憾 就别在这里再找不愉快 我真正需要的 是一把销 别打了 我这次 我这次只是来见你师父的 去叫人吧 凭什么你想见就能见 你在他与练剑之间选择了练剑 在他与无双城之间选择了无双城 现在你倒有脸像哈巴狗一样的来见他 不一样 我这次来是要娶他 我让你娶个鬼 你疯子 不过也好 这样才有些意思 我可不是什么杀人大魔头 退吧 不退 退 不退 既然这么毒 却还是让这些人出去冒险 喂的却只是配一剂药材 让一个人能够 能够 人未踩死 鸟未食亡 他们也是拿了金子 而且也知道其中风险 雷兄这是在说我为父不仁吗 只为一己之心 不惜赔上这些人的性命 可是你看我给出的那些金子 是他们打鱼几十年都赚不到的 靠着这些金子 一些一辈子替人帮工的渔民 可以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预传 他们知道其中风险 却仍然一个个抢着要接下这门差事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代价 可他的代价在哪儿啊 难道就只因为他生得富贵 就让别人去承担风险吗 千诺姑娘甚是磊落 要我说来 在茫茫离海 没有人能保证绝对的安全 而我亲自来了 如若遇到危险 我也必然亲自打头阵 这就是我付出的代价 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继承穆家的 继不继承穆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帮大哥找回春天 百里东军饮酒踏戈 九仙行路在于逍遥 但这也意味着他常在那一城之外 对我们来说不足为惧 司空长风则相反 一枪可守一城 不过这也意味着 他只能在这一城之中 如今五大剑仙成了四个 雪月剑仙众生 道剑仙与命 这些可都是我们暗和的手柄 如此算来永安王又折一翼 赤王的胜算也更大了 虽则如此 我却还是难以安心 如今江湖新旧迭代 各势力蠢蠢欲动 那些新人小辈们 虽算不得一方霸主 却日有所尽 再加上他们已有团结之事 对我的威胁 也是不可小觑 以往江湖没有大变动 白小堂都会发放金把 也不知 小熊 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让我来吧 你那剑 就算齐浪也只有怡顺 够干嘛的 其实怡顺也不是不行 只要把锦维公公 逼回他的小船上 那时候再齐浪 灵物节 动手 都是雪月城的 我也不能落下 九水 一起上 隆 WHAAAA